欢迎进入2011美极面膜花儿朵朵全国总决赛 这里是2011美极面膜花儿朵朵全国总决赛的第七场 五强抢位赛 每周晚的十点半 敬爱卫视在为您现场直播 上周花儿六强是突破自我首次跨界拍摄时尚大片 那今晚他们将携手锐利的时尚名模 为您带来精彩的Magic Moment时尚环保秀 让我们共同见证花儿今晚最美的战放 花儿朵朵第七场 一个半月的精彩通常 十强选手尽情绽放 我们难以忘记 这个世界上没有做不起的梦 只有太早醒的人 已经长大了 要独自面对一切 谢谢你们 我会继续努力地 你们错过了我 还有精彩的东西你们没有看到 每位选手的晋级都欢欣鼓舞 每位选手的离开都揪心无奈 今晚花儿朵朵打破常规 颠覆思维 好声音卷土重来 只有离开过才知道舞台对于我而言是如此珍贵 可以让我回来找到真正的赵小小吗 收了一拳之后再打出来 一定会更有力量 回爱你回爱了 冲击五强 所有的失败都从没过去 最后一切秒忙机会 冲击五强 谁能把握 花儿六强 过关赞将 每一步都包含尽心 五强之战将困难重重 在这个舞台上 我的对手 就是我自己 摇队起来吧 说不担心 是不可能的 起码先让自己做到对手 有时候 没特色就是 做一大的舞台 在这个舞台上 我不再孤单 在这个舞台上 我只会哄敌唱歌 我希望加油 知识音乐家梅西 尽力享受 为花儿指点明星 平常行进的方向 我希望能够不要 找到一个 不要那么华丽的音色 今晚过后 他们是否还能 依然夺目 03号李丽莎 06号李佑晨 08号藏玉线 09号汪小民 10号石秋香 11号黄西贝 必须一搏 你强 我更强 以金月之名 不以梦想而战 没有人应该离开 也没有人 必须留下 五强之战 可不可以当 在一开始 这么喜欢唱歌的 一处 他不是选手 他是来开演唱会的 吉他 重新 拿出我的生命力 来来征服 我更能够 你 I'm not happy, I'm not happy, I'm losing in this game I'm trying to impress upon you When I thought I'd say My own individuality is so you keep I'm not impressing, motherfucker Now, wouldn't you say We're going for it Div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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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ide Divide, divide To make a party Divide, divide, divide Divide, divide Divide, divide To make a party Divide, divide, divide Divide, divide Divide, divide To make a party Divide, divide, div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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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尽的抱怨我已经也觉 浪费最重复的时间 等待着你发现 是否能改变这一片坊间 请让我灰色热线 来遍我遮复的世界 请让我彻底发现 来证明我停留的一切 遥远的想象地破灭 就该那一瞬间 无尽的抱怨我已经厌倦 只让我回答了些 来遍我遮复的世界 只让我彻底发现 来证明我停留的一切 我要消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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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间 我要改变改变改变这一切 我要彻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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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发现 直到我中我蓝天 谢谢 我们要感谢锐利时尚先锋执行主编金雪花女士和她的模特团队 为我们带来本季最新的时尚元素 为我们的花儿时尚护航 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享受今晚的Magic Moment 是的 好声音值得大家的期待 感谢各位的等待 这里依然是为你现场直播的 青海卫视2011美籍面膜花儿朵朵 全国总决赛的第七场 大家好 我是李晨 今晚我们将颠覆传统 全新的赛制 让已经离开花儿舞台的四位淘汰选手 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身边 他们这次的回归 带着一份感动 带着一份释然 他们要向我们的六强选手发起挑战 如果换位成功 他们可以成功晋级全国的五强 那说到我们的六强选手 他们的内心是否会有一些恐慌 有一些紧张 甚至有一点觉得不公平呢 在这里我要告诉各位 只要你内心够强大 就可以直面面对任何的挑战和危险 今晚你值得期待 让我们有请本场的四位专业评审 万芳 丁维 玉江 王峰 再次欢迎四位专业的评审老师 知名曲作家 作词人 玉江 情歌天后 万芳 著名音乐人 歌手 影视作曲家 丁威 著名主持人 乐评人 王东 欢迎四位老师 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是 另外的一方 评审力量也是我们意见犀利 观点独测的意见先锋 欢迎五位 他们是 瑞丽时尚先锋 首席美容编辑 明熙 著名节目制作人 吴鸾 知名记者 刘乐 乐视网音乐中心总监 伊亮 东湖当红女主播 于莎莎 同时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 来自瑞丽执行主编 金雪花女士 欢迎你的到来 最后我们要欢迎的是在我们的评审机制当中 力量最强大的现场500位大众评审 欢迎你们的到来 是的 每场最关键的时刻 你们可以行驶手中的投票权 决定我们选手的去留 上一场你们的表现可会用可爱两字来形容 这场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同来享受本场的好音乐 是的 本场比赛一共有四轮 首先看到的就是第一轮的赛制 第一轮 抢位资格战 四位反场选手一次演唱进行反向之轮战 最后留在危险第一人将被淘汰 一与三人待定取得抢位资格 在这里同时我们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 如果要支持你喜欢的话 请编辑短信LA加选手编号或者姓名 发送到1066-1256-20 成为他们的粉丝 你还可以帮你自己赢得 由腾讯拍拍提供的5000元的现金购物券 和苹果笔记本电脑 好的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 怀着非常激动和开心的心情 看到四位淘汰的选手 又继续回到了我们的舞台上 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 是因为他们才锁定我们的花儿佐佐 今天晚上我们给你一个不换台的理由 让我们再次欢迎四位的回归 首先欢迎的就是第十名 刘思涵 第九名 周晓晓 第八名 张娇娇 以及第七名 刘爱迪 今晚你们的比拼残酷才刚刚开始 最终只有三位 可以有机会向我们的六强发起挑战 挑战成功之后 成功换位 才有机会晋级全国五强 你们的几率是8.3% 今天如果能够成功 也算是一个奇迹 不过我相信再次的回归 可能各位多的是一份轻松 因为离开这个舞台一段时间之后 做过了调整 相信也从失败当中提取了经验和力量 今晚你们是最优秀的 接下来首先要欢迎到的就是 第十名 刘思涵 现在嘛 到最后的永远只有一个人 但我没有想到自己开了那么晚 28天 672个小时 一场直播 我只能在电视机前看大家唱歌 太多遗憾 太多故事 太多客人 每一刻 只是空间好 回来不应该那么紧张 因为我已经准备好武器 冲进武墙 必须的 文字幕提供 适当时 4个小时 小时 大场 3个小时 5个小时 小时 寸 应该 是 适当时 5个小时 2个小时 好 有眼睛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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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眼睛的眼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L'amour d'aide de tous les jours et ça fait quelque chose Il est d'entrer dans mon coeur une bête bonne dont je connais la cause L'amour d'aide de tous les jours et ça fait quelque chose L'amour d'aide de tous les jours et ça fait quelque chose L'amour d'aide de tous les jours et ça fait quelque chose L'amour d'aide de tous les jours et ça fait quelque chose L'amour d'aide de tous les jours et ça fait quelque chose L'amour d'aide de tous les jours et ça fait quelque chose L'amour d'aide de tous les jours et ça fait quelque chose L'amour d'aide de tous les jours et ça fait quelque chose L'amour d'aide de tous les jours et ça fait quelque chose L'amour d'aide de tous les jours et ça fait quelque chose L'amour d'aide de tous les jours et ça fait quelque chose L'amour d'aide de tous les jours et ça fait quelque chose L'amour d'aide de tous les jours et ça fait quelque chose 全部夹过来了 让我哭哭呀 以为是为了在一起 总的不在意 却特别被鼓起 半夜 我又失眠 听着DJ 放在烂音乐 想再 尝尝我最近的脸 爱不胜利 寂寞 三两点半 绝对伤亡寻找一点大欧 是谁 挂了是谁 都比 愿你要看 今天星期净 冷战才继续 全因为是你说过 爱情是 像牵柄 我在你那里 眼里或心里 这么多 都不安定 爱怎么及时 讨厌爱上了你 别碰你 我情在意 一世事迁就你 没死我自己 很虚心 家庭 讨厌爱上了你 让我哭哭呀 以为只为了在一起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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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不会的 放弃 品痹 好才 egy 不是 水 不正ivat 关键 队依 16 長 讨厌这样的爱 别想我会被你伤害 我想睡觉你 我相信刘思涵还记得 你走的那一场是周小小把你送走的 所以今天两位第一轮 比拼过后我们来听一下四位专业评审 来 叶江老师 刚才我们上台的时候 丁薇老师说 很多人都要睡了 但是我们开始狂欢 是的 我们很高兴 今天能够跟四位重新回来的选手 一起迎来一个新的黎明 我觉得我想问刘思涵 其实你是一个要用虽然但是来形容的人 因为虽然你不漂亮 你不苗条 但是你那么发光 所以这符合一个传奇的解法 所以我想问你 在离开的这二十八天 我知道你瘦了二十多斤 那么生命的加减法 减掉二十多斤 加的是什么 其实我不是淘汰之后才瘦的 我是参加比赛以来 就一直在努力的减肥吧 因为我不是觉得胖不好 我只是觉得你要在台上唱歌 可能要符合大众的审美标准 所以为了更好的去表演 我愿意减肥 我觉得在离开的这段日子里 我其实试着用不同的视角 去审视我之前的表演 以及学习其他人的表演 我有坐在观众席上看过直播 有在电视机前看过直播 甚至彩排的时候 我有坐在评委席上看直播 其实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体会和学习 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 我还是学到了很多 而且我觉得关于美的这个概念 每个人的看法不太一样 像我就觉得刘三战在台上唱歌的时候 是最美 而且又很可爱 那我觉得今天因为现场有专业人士 我们来问一下 我们的瑞丽时尚先锋的金雪花女士 你对于美的定义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美没有唯一的标准 我觉得能够表达最本真的自己 发挥自己最独特的魅力 就是最美的 就像开场秀 我们是用时装表达 我们的思想和灵魂 那实际上花儿们是在用音乐 表达她们的思想和灵感 那不管是用时装还是音乐 它都是一个美的戒指 用美的东西来表达最本真的自己 就是最美的 最后我还要感慨一声 就是说花儿们在瑞丽时尚先锋 12月看上的时装大片中 她们每个人都表现出了自己独特的美 花儿们你们非常的棒 谢谢 最后还不忘做个广告 好的 请大家支持我们的瑞丽时尚先锋 因为我们的花儿将在封面上 展现她们的美 好的 第一轮的比拼过后 到底谁将获胜 四位专业评审 请宣布 在两个独特的美中间 四位评审决定 这一轮暂时安全的事 01号刘思涵 恭喜刘思涵 请去带定区准备 周小小 请去危险区